中六合彩 說真的,中六合彩就一定是靠運氣 只不過在技巧上或者策略上 我們如何鑽研策略 如何省一些註碼或者省一些錢 大家經常都會聽我說 買六合彩買甚麼? 買了49個字便可以 其實49個字很多人都認為 要用很多錢 其實不是的 自己去計算清楚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這裡總共有49個字 我們就買單息 單息的意思就是 一個字就有6個字 我們用了1,2,3,4,5,6之後 7,8,9,10,11,12 我們就不會重複 就如此類推 我們就買了49個字 買了49個字之後 買了48個字 我們需要多買一注 譬如最後49個字 你喜歡簽甚麼都可以 總共所有號碼都買了 目的是甚麼? 很多人都聽到 經常都是中六合彩 就是那個字我沒有開 那個字我沒有 但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你開甚麼都可以 我們的運氣 不是選擇選甚麼字 我們的運氣 是看看運氣 會不會將這些字 黏在一起 就是最簡單 例如我們現在買下去 我們只不過是求一件事 求中頭獎 大家一起中頭獎 你可以省下注碼 譬如你買了九條飛 你不會中兩注三獎 都會有機會兩注三獎 即是我們不會重複 去浪費一些注碼 譬如第一注有1號 第二注有1號 第三注有1號 開左有1號 但是你靠貼才會中到頭獎 但是這三注裏 只有1注中到頭獎 就是這樣為了省下注碼 每次買九個字 整個遊戲 整個結構 整個策略就是這樣 祝大家好運 這就是我本人的心得 看看大家可否捕捉到 好